民陣發起的七一遊行 先頭隊伍下午5時抵達天馬南政府總部 遊行人數太多了 部分路段非常濕濕 警方要開放東西行車線疏到遊行人士 大會未公佈遊行人數 警方說起步時有5萬5千人 宋志豪報答 遊行人士先到到桂園集合 不少人響應大會號照着上黑衣 舉起不同的旗幟和標語 也有人手持政治諷刺漫畫 參與遊行家有長者也有小朋友 首批遊行人士下午3時多出發 經高示威道西行線 邊臨頓道和兒和街 轉入圈尼斯道 但由於人數太多 遊行人士一度塞在銅鑼灣 兒和街對開的路口 的士電車被迫停在路中心 不少遊行人士鼓掃要求警方開路 由於停車路受阻 有司機說被困過幾小時都行不到 警察叫我停在 然後他又放人過來 就這樣困著我 困了多久? 一個小時左右 那現在有什麼事? 很無奈 在起點維多里亞公園 不斷有人加入遊行 遊行人士在中央圖書館對開 也一度受阻引起鼓掃 好危險 好危險 好遽 部分人衝出遊行路線 好險 好 born 警方期后再开访高示威 全部的行车线梭度 亚洲电视记者宋志豪回到 游行开始了大约三个小时 现在在铜锣环还有大批游行人士聚集 同事朱欣培在那里 你觉得哪个情况怎么样 我们现在就在一辆电车上面 这辆电车就已经被迫 塞住在铜锣环大约两个小时 可以见到现在整条街都是一些游行人士 非常之多人 但是游行的速度就是非常之慢 所以有部份的游行人士都是不断地鼓掃的 现在我们暂时都还没见到 这个游行队伍的龙尾 一些的的士 电车和巴士都已经塞住了 在这里是行不到的了 但是我们现在都还没知道警方 是会有怎样的安排去疏度回现场的交通 我们会在这里跟着最新的情况 才将时间交回给新闻报 转角角度由湾仔的军气厂街高位 看看游行现场的情况 现在看到游行人士不断地由铜锣环方向向着金钟方向向前行 看到他们向前行的速度也不是太快 因为由于人数都是比较多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沿途有些人喊口号 亦都有人举起标语和橫额 而我们另外一位记者 陈婉庸就在游行终点政府总部 陈婉庸 你那边的情况又是怎样的 我现在就是在游行队伍的终点站新政府总部 而游行队伍的龙头 其实是刚刚下午5点半左右抵达来新政府总部 而大会就说 队尾亦都刚刚在5点45分才由起点维园出发 大会就说 警方沿途开放了6条行车线给游行人士 而游行人士抵达来中点站新政府总部这一号 都未有散去 继续在这里喊口号和集会 而今年游行的诉求各日不同 包括民生的诉求 也有游行人士抗议景不过大等等 相信游行人士仍然会在新政府总部 这一处集会一段时间 我们在现场跟进住最新情况 先将时间交给新闻报 谢谢在国外的同事 参与游行的市民有不同的诉求 有人就希望政府解决房屋和贫穷问题 也有市民批评行政长官梁振英 卷入战建风波 由高祖宜讲一下他们的诉求 大大小小的标语写了他们想表达的诉求 梁振英的签建风波 成为市民的批评焦点 梁振英他说自己没有签建 但是被人揭发又签建 那是否其中一个诉求呢 那你要批评这些签建 下台 有人希望民主赈情快一点 也有市民要求中央政府撤查李旺洋事件 有家长不怕天气热 带同子女上街 批评教育政策招令直改 无所释重 梁振英说 上任后会重点处理房屋和贫穷问题 不少人都充满期望 推出多些公共房屋 让大家普遍的阶层负担得起 大家安乐点 他们希望新政府不单只要听到他们的诉求 还要切切实实推行政策改善市民生活 亚洲电视记者高祖宜辅导 政府犯人就回应说 特区政府尊重市民游行和发表意见的权利 会虚心聆听游行人士的诉求 特区政府会坚定维护香港的核心价值 全力捍卫香港市民享有的自由和权利 行政长官和他的团队 会听取市民的诉求和意见 切实处理深层次矛盾 改善市民生活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而在游行期间 有市民觉得不舒服 他们要由工作人员扶到一边休息 下午市区气温普遍6度30度 天气很热 大会就呼吁游行人士要多饮水 以防中暑 运输署就表示 现时铜锣湾一带有多处风路 呼吁駕駛人士尽量不要到受影响的地区 市民也要留意交通安排 现时维远和铜锣湾 靠密区一带的道路 包括宜祸街西行 天尼斯道西行 都是已经封闭了 受到风路的影响 现时下角度 内告示打道 特别是宜东酒店对出的一段 都是比较多车 现时有82条的巴士路线 和16条的专专小巴路线是需要改道的 另外有一条的专专小巴服务是需要暂停服务 电车服务方面 西行的服务是以北角塘水道为终点站 东行的服务的终点站就改了在金钟 介乎北角塘水道至金钟的服务就要暂停 维港今晚有庆祝回归15周年的烟花会演 同事王翠姊现在就在文化中心对开 翠姊 现场多不多市民等待烟花 虽然距离烟花会演还有一个多小时 但是尖沙咀海旁这里 已经站满了不少市民在等候欣赏烟花 不少人都戴背相机 长镜和脚架这些装备 希望可以拍到烟花最美的一刻 而现场我们看到 已经坐满了不少人 但仍然有不少市民 希望进到这里 可以找到位置欣赏烟花 由于要烟花会演的关系 警方也安排了一些风路措施 包括下午4点多开始 陆续进行一些风路和改道 而战方也呼吁 由于港岛区比较多人游行的关系 所以就劝语市民 不要在天马公园和政府总部 地方看烟花 而今年的烟花有23分钟长 有九幕进行 其中最终目的一幕 就是有Hert HK15字仰的红色烟花 希望市民可以欣赏得到 亦是慶祝回归15周年 我在这里的报道是这么多 先将时间邀回床 谢谢外面的同事 而今早在湾仔金字经广场 举行升旗仪式 大批市民一朝到金字经广场 看升旗仪式 行政长官梁振英和夫人唐清怡 到场的时候和市民握手 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在空中展示 国旗和区旗制宜 而消防船和水警轮就在海上敬离 为庆祝回归15周年 大球场举行庆祝回归大会演 解放军8一跳散队表演 跳散队明天下午4点钟 会在维园再表演 两桑停个下 大会演由同军部粗 以及中学乐团演奏揭开序幕 主力嘉宾包括囚备活动的 郑耀堂以及政府官员进场 驻港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升旗 期间有各样的表演 包括歌舞 舞龙舞师 逆日飘飞 来自天津的家庭 专程来港参与慶慶回归活动 让他们感受一下 我们香港回归祖国15周年 想好朋友感受一下 亚族项目是解放军8一跳散队的花式 跳散表演 队员先后从1200米高空的机舱跳出 在空中放出金龙 也有炎放彩蛋的东方之珠 观众都欢呼拍掌 天气不稳定 队员表演的时候都有不少惊险场面 我都没看过 所以今次很难得拿到票 很早就来看 今年是香港回归15周年 大会特意安排15位在97年7月1号出生的年轻人 合唱一首《狮子山下》 象征香港人多年来不折不扭的精神 大会演吸引约4万人入场欣赏 今次回归大会演会议卫星直播 预计全球会有1亿观众收看 亚洲电视记者在梁素亭过渡